好了,我们刚才好像转播有点问题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最近几年几次到希腊去旅游和考察 也去关心一些我们关心的事 那么当然了,希腊主要是一个就是古代的希腊 是大家都了解,是大家都很热门的 去希腊很多人主要也是看这些东西 那么所谓的两西文明呢,也都是和希腊有关的 希腊本身就不说了 希伯来文明,希伯来的宗教或者说就是基督教 也是经由希腊传到欧洲的 保罗啊,彼得啊,都是首先到希腊 然后经过希腊去罗马传教 那么假如说当代西方文明的根是希腊的古典文明和希伯来的宗教 那么这两者结合也是在希腊完成的 而且这两者的结合其实也就是在希腊是表现的最典型 典型的就是拜占庭 我以前曾经讲过 拜占庭它跟那个罗马帝国不同 就在于罗马帝国是讲拉丁文的 它是讲希腊文的 而同时拜占庭又是一个基督教 基督教是国教的 但是这样一个国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长达一千多年中 其实都是相当停滞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啊 很多人都说中国文明 曾经有过千年的停滞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其实任何文明都可能发生停滞的 那个拜占庭时代 就是希腊从希腊化以后一直到 那个那个十九世纪 基本上也是处于这种停滞状态 尽管古希腊也好 基督教也好 都曾经有过非常之令人深刻的变化 但是这两个加在一起的希腊 在整个欧洲可以说是一个停滞的典型了 但是更令我们感兴趣的 其实还是希腊的近现代转型 这个当然也是和我们考虑问题的角度有关的 因为我们考虑外国的事情 其实还是以本国为出发点的 那么大家知道 现在一谈希腊就是谈古代 但实际上近代的希腊历史也是非常 近现代的希腊历史也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知道希腊从1821年就发生了 他的革命 他这个革命 当然从民族的角度讲是摆脱奥斯曼土耳其人 实现希腊的民族独立 但是就社会制度而言实际上也是摆脱奥斯曼帝国的专制而走向民主 走向宪政民主制度 那么这个转型从1821年发生 以后就跌跌冲冲 实际上是一直都是进一步退两步 进两步退一步 这样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和灾难 其中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 在1945年前以后的几年中 希腊差一点就建立了苏联式的制度 当时那个希腊内战曾经有一度 那个希腊共产党的武装是占绝对优势的 后来又出现了军政府 那个独裁的很厉害 这个这里我要讲 在希腊军政府时期独裁到什么程度 独裁到连亚利斯多德斯诺芬的著作都不让读的 那个时候说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有敏感 一直到1974年 那个由于我后面要提到的原因 那个军政府才垮台了 垮台以后希腊就实现了民主化 而且很快实现了民族和解 从197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50年了 那么可以说 希腊的宪政民主制度在这50年中一直是非常平稳 非常有效的运行 一直到目前 可以我们可以说就是 民主制 如果说古代的民主 希腊曾经在希腊辉煌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有2000年左右就消失了 那么消失以后可以说民主真正在希腊扎根 是在1974年以后 但实际上在1821年 古希腊人 不 近代希腊人就已经开始为民主宪政而流血了 那么这就是我要讲的希腊的独立战争 那么从1821年到1974年 可以说经历了150多年的历史 这是在一个两西文明的家乡 可以说是两西文明的那个根杂的最深的地方 那况且如此 那所以我有的时候如果看看希腊就想啊 如果希腊从1821年到1974年 要经过150多年之久 那么中国这样一个情治2000年的一个土壤下 这个民主制度或者说宪政制度的实现呢 恐怕要经历的坎坷 当然也是可以理解 而且我后面就要讲到啊 实际上如果我们用 一种 立足中国问题的眼光来看希腊 就会发现虽然中国 中华文明和中国的历史 和希腊几乎是没有交集的 尤其是在近代以前 是吧 所谓的轴心时代 呃 我们和古希腊都同时出现思想的爆发 但是两边几乎没有影响 那么以后当然就更谈不上 是吧 但是呃 在文化基础差异那么大的情况下 其实希腊近代经济 政治转型中的很多逻辑和因果关系 在中国也是似曾相识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想想这两者做一个跨文化的对比 其实也挺有意思 那么好了 呃 我们在这次讲座之前呢 给大家呃 发了几幅照片 这几幅照片就是和希腊的 呃 1821年革命有关的 1821年的革命 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辛亥革命 是吧 中国的辛亥革命有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汉族版 摆脱满清 啊 就所谓的反满辛汉 呃 反满辛汉呢 就是这个汉民族主义 呃 当然我这里讲的不是中华民族主义 是吧 所谓驱逐达鲁 光伏中华 汉民族主义 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其实以前往往被 呃 往往被忽视 啊 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对 呃 呃那个孙中山他们这一字来讲 呃 我在呃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走出地质这本书里头就已经讲了 其实在呃 辛亥革命的时候啊 所谓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并不在于呃 他们呃追求宪政呃呃到底有多少什么激进啊渐进啊和平啊暴力啊的区别 是吧 其实当时的立宪派也是很激进的而且他们也不排除暴力的是吧那个户序变法就没有排除暴力嘛 那差一点就要用军事手段来干掉慈禧是吧大家知道至少是有这个选项的 但是当时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真正的分歧在哪里呢真正的分歧其实不在于呃到底是要和平还是要呃暴力是吧 真正的分歧其实就是要不要排满是吧就是那个呃当时的立宪派就明着讲说他说他们搞的也是革命啊 啊因为他们都知道嘛呃呃摆脱专制建立那个民主是吧呃呃呃民主不一定是共和了呃立宪呃那个那个呃呃那个君主立宪也可以是民主的像今天的英国一样是吧呃呃他们说呃从专制到民主就是革命只不过他们主张的是政治革命而革命派呃就是那个孙中山他们要搞的是种族革命或者说是民族革命 呃呃呃呃就是反满心汉他们是反对的是吧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观点看其实呃呃在1821年古希腊那个那个希腊人他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呃一方面他们要呃建立近代的政治制度摆脱专制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是要摆脱土耳其人的那个民族压迫 那么在呃呃这个民族呃民族独立呃或者说民族革命和那个呃政治体制的呃转型呃同时叠加的状态下 不管是希腊还是中国其实有很多逻辑我觉得现在看看是挺有意思的呃我们知道这1821年的时候啊希腊呃呃受那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其实已经400年了啊尽管拜占庭是在1453年才沦陷的但是在拜占庭 沦陷之前其实土耳其人已经统治了今天呃今天希腊版图内的几乎所有的地方 对吧这些地方都是先于拜占庭被呃土耳其人统治的那么到了呃1821年已经有已经400年之久 那么在400年中啊呃呃希腊社会呃出现了很多变化呃呃那么这个变化啊当然也积累了很多不满呃呃到了1821年的时候啊 嘛其实当时反对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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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那个那个温壤这个作为革命的土耳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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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其实是有很多事情 第一当然就是 那个希腊民族 或者希腊文化的一个觉醒 那么希腊民族和希腊文化的觉醒 当然说穿了 就要和那个东正教搞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要讲两西文明 要讲基督教 那么基督教在希腊 当然就是东正教了 而且也可以说 后来的天主教新教 都是后来的最早传入 那个欧洲的 最早传入欧洲的基督教派 就是延续到后来成为东正教的那一字 所以他们自己一直成为正教 这是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我们现在讲的东正教 东那个词是其实是汉 其实是那个汉语加上去的 实际上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正教 他们是基督教的正统 那么奥斯曼帝国 征服了这个希腊以后啊 其实并没有消灭基督教 大家知道 奥斯曼帝国的那个宗教制度啊 是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它实行的是一个所谓的米利特制度 什么叫米利特制度呢 米利特制度就是利用宗教 尤其是利用正教合一来管制啊 那个那个当地的人 讲个简单一点 就是奥斯曼时期啊 就是奥斯曼土耳其时期啊 他一方面他当然是伊斯兰本位 这个是没有问题 尤其是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有一个制度 就是他有一种税 是只是对异教徒征收的 穆斯林就不纳这种税 那么你只要是异教徒 你就都要交这种税 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宗教歧视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除此之外 如果你多愿意多交一些税 他也允许你 那个那个存在 而且他允许 这个其他宗教 当然在欧洲主要指的就是基督教 他允许其他宗教的教会 管制他的教民 不但允许 他很鼓励 因为他觉得用这种 控制少数的那个宗教上层 然后用宗教上层搞一种政教合一式 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大家知道这种 这种汉地实行汉制 游牧地区实行游牧制度 这种所谓的南北院制度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 征服了以后也是经常用的 包括满清也是这样 满清治理齐人 用八旗制度 但是治理那个汉族人 他也是用汉族人的那一套 那么当时有一大堆的汉族官僚 那是构成满族人统治汉族的一个主体的 那么在奥斯曼帝国也是一样 奥斯曼帝国有一项制度叫做米利特制度 米利特制度如果专门用于东正教 又叫做罗姆米利特 因为米利特制度是对所有宗教都适用的 不光是对东正教了 但是如果你是东正教他就在前面加一个罗姆 罗姆米利特 罗姆其实是罗马的意思 实际上指的就是 那么这个罗姆米利特实际上就是 拜占庭当 不是 那个奥斯曼当土耳其人呢 他扶植了一大批 那个 就是希腊人做他们的狗腿子 尤其是这些人中大量的都是那个 那个东正教会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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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那个 那个高层 大家知道东正教它有一个特点 它不像 传到欧洲去 传到西欧去以后 不管是天主教还是 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它基本上和世俗权力都是 有所分割的 那个天主教 它当然不讲什么宗教自由 但是它跟那个世俗王权也是 也是分开的 但是 中正教它就有 很早就有宗教合一的传统 那个拜占庭就是这样 后来的沙皇后来的沙皇俄国当然就更是这样 所以那个 奥斯曼他要搞那个 他的那个米利特制度就是发展了这个政教合一 他把基督教也搞成一个奥斯曼的官方宗教 自己出钱养活了一大批那个宗教上层 包括拜占庭的那个东正教普世大牧手 就是当时的格里格里五四 当时都是高官后路的 而且那个下层的那些 那个那个主教啊 什么什么也都是这样 那么这么一来啊 就是这些人 实际上在当时的这个 在当时的这个希腊 这里我要讲 所谓的希腊 我这里指的是希腊人所居住的地方 因为当时希腊和土耳其 它不像现在这样 这两个国家由于独立以后进行了人口交换 所以希腊几乎都是 土耳其几乎都是伊斯兰 它没有宗教的多样性了 但是奥斯曼时期不是这样的 奥斯曼时期小亚西亚 就今天的土耳其有大量的希腊人 或者说东正教徒 那么在今天的希腊版图呢 也有很多穆斯林 也有很多土耳其 也有很多土耳其人 那么当时啊 他们就实行这种 就是这个这个 以东正教管理希腊人 以那个那个 清真寺管理那个 穆斯林 这个这个这个做法 不管是清真寺还是东正教会 都是官办的 都是那个那个政府的控制很厉害的 而且这等于是两手吧 既拉拢又打压 这一套东西还是挺有用的 所以我们看到啊 那个很多人都说 这个文化差异多重要 文化差异多重要 那么文化差异很多就是宗教差异 那么这个东正教在反 在反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斗争中 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当然肯定是起了作用的 因为东正教是希腊民族的一个 尤其是中世纪以后 是希腊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凝聚力 那么你是希腊人 主要的特征就是你讲希腊语信东正教 所以东正教是使得 希腊在土耳其统治的四百年中 能够保持民族特性的 能够有民族凝聚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要讲到东正教会 在当时希腊人反土耳其的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应该说无论是从那个近代宪政制度的思想的传入 还是就希腊民族独立意识的传播而言 在很长一个时期 东正教会尤其是东正教会高层 是跟奥斯曼帝国是站在一起的 是跟那个是跟希腊的变革 其实是非常之不友好的 或者也可以说是很反动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也不奇怪 这就像中国在满清时代的那个汉族高层一样 当时的汉族高层 或者也可以说是儒教 那么讲着儒家话语的那些人 当然他们是不是真的具有儒家精神 就像东正教会的一些人 是不是真的具有宗教精神 就是那种抗争独立的那种精神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吧 东正教徒和希腊人 就像讲儒家话语的那些人 和汉族的官僚一样 在那个时代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三百年中 他跟那个赛满教的满族人 其实是搞得一块的 而且满族人也是依靠他们来对汉族进行统治 那么这个 在希腊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人呢 尤其是在 因为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大家知道洪跨欧亚非 统治的民族也非常之多 但是他的首都是在军事坦丁堡 也就是原来的败战亭 当时的败战亭还是一个希腊人口 占了比重很大的城市 那么他占了这个地方几百年 实际上希腊人也被驯化的很多了 所以当时的那个希腊住在败战亭的希腊人呢 住的一个地区叫做法纳尔区 那么法纳尔就成了清败战亭的希腊人 或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站在希腊反土耳其的立场 几乎就可以说是汉奸了 是吧 就是等于是长期以来是支持奥斯曼的那些希腊人 专门叫做法纳尔人 那么这些人的特点是文化水平比较高 大量文化水平比较高 大量都是住在大城市 而且他们不但世俗文化 那个那个很沙达 那个宗教文化 当然拜占 东正教那更是控制在他们手里 对吧 那么所以他们是 而且他们帮 他们在成年很长时期是 应该说对奥斯曼帝国是忠心耿耿的 是吧 就像中国满清时代的什么中国藩的这些人 对清王朝也是忠心耿耿的那样 尤其是在那个奥斯曼帝国在向欧洲基督教地区扩张的过程中 这些人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基督教地区提供了很多官员 提供了很多那个交流的渠道 就是当翻译啊 当那个这些人 为他们管理当地的民众 而且大家知道从东正教从那个拜占庭以来 他就已经习惯专制 包括东正教在拜占庭跟拜占庭帝国的那套官僚制是结合起来的 后来传到俄罗斯 又和俄罗斯的沙皇制度也是结合起来的 所以他也很适应这点 所以到了那个 到了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新的这个思想传入希腊呀 其实跟传入中国是一样的 尽管这个所谓的新的思想 不管是近代民族主义也好 是那个自由民主宪政人权这些概念也好 其实都是从西欧产生的 但是他们进入中国进入希腊都有一个中介 我在走出地质里头讲 进入中国的中介就是日本 这个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说实在的不可低估 是吧 我们以前是重视的不够的 我在走出地质这篇东西也已经讲了 是吧 那个那个日本直接刺激了中国的明治维新 那么那个明治维新 不 戊戌变法 那么戊戌变法以后 到了立宪派呀革命派呀 那些人基本上也都是留日的 就连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留日的 是吧 我提到那个南城北里加上一大的13个代表 一共15个人中间就有6个是留日学生 那个留法学生是一个都没有 那那个有人说什么法国极进主义如何如何影响 那这个恐怕都是不对的 当时什么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 那所谓的东方吹来十月 那个 所以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其实中国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日本人知道的 而希腊人呢 希腊人这两方面的东西啊 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俄国 知道的 是吧 因为 希腊和那个 希腊和俄国 那个那个 都是中正教国家 交往也很多 而且近代打的交道很多 是吧 那个俄土战争 就打了很多次 先后打了七八次之多 每打一次 那个俄罗斯的东西就大量的传入 希腊 那么很多希腊人他无论是接受新的思想 还是接受还是争取民主独立 都是打俄国的主义 那么俄国在叶卡捷琳娜时代也出现过启蒙运动 大家知道叶卡捷琳娜就是号称 号称是启蒙女皇嘛 她是那个非常崇拜福尔泰的 而且也是那个时候引进了大量的德国人建立科学院 是吧 那个什么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啊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说 在中国人看来 西方值得学 而日本学西方左右成效 那么怎么学西方 我们要参考日本 那么对于希腊人而言 这个所谓的日本就是俄国 是吧 那么俄国学西方也很有成效 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都是 那么我们要学西方 那就是转进俄国去学 所以俄国对这个启蒙运动传入希腊 俄国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那个无论是日本学习西方 还是俄国学习西方 就政治转型而言 其实都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这两个国家 无论是俄国还是日本 在接触西方的时候 他们面临的都是要 克服他们的所谓的封建 所谓的贵族制度 而逐渐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过程 是吧 那么日本的明治维新 就是要废番自现 那么俄国的 从彼得大帝一直到叶卡捷琳娜 其实也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的 是吧 要强化 讲得简单点 就是强化帝制的 是吧 实际上要限制军权 要引进宪政 这个是亚历山大一世以后才有的 那个到叶卡捷琳娜的时候 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 所谓的学习西方 其实都是要加强皇权的 那么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那个明治维新 就是要用天皇取代诸侯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传到 这个这个学习西方 如果借助这个拐棍的话 就容易产生一些问题 就是把这个俄国和日本 他们学习西方要解决的问题 就引进了希腊 会产生一系列的那个问题 那么 中国当时啊 很多这个新的东西 是从日本来的 包括同盟会 也是包括导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 也是1906年在 在日本建立的 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 希腊也是一样 希腊导致1821年 希腊革命的 那个近代民族主义和启蒙团体 类似于中国的同盟会 那样的一个组织 叫友谊社 友谊社 因为友谊其实就是同志啊 那个那个结盟的意思 是吗 当然你也可以说就是会了 是吧 所以我有的时候说啊 中国人把这个词翻译成友谊社 其实不妨就翻译成同盟会 也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这个会是在什么地方建立的呢 这个会就是在今天的乌克兰奥德萨 当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海港了 这个海港 大家可以知道离希腊比较近的 那里有大量的希腊商人 还有希腊学生 那么这些希腊侨民 就在奥德萨建立了友谊社 这就像中国的那个刘日学生 华侨华人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 是一样的是很类似的 那么他们 其实基本上做的事情也都是一样的 一个就是民族意识 是吧 在中国就是反满心汉 在希腊就是反对土耳其人 一个就是近代意识 是吧 就是所谓的启蒙 就是所谓的那个立宪呢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么在那个十九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 那当然要比中国要早了 十九世纪初 中国连鸦片战争都还没有 但是 在 但是对于土耳其而言 它的整个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进程比中国要早一个世纪 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变成 就是等于是被西方 就是好像是已经是老大帝国要衰败了 但是在欧洲 那么奥斯曼帝国的危机就更早 奥斯曼帝国的 可以说从那个法国大革命 的时候啊 就是在那个奥斯曼帝国扩张到最 厉害的时候扩张到维也纳城下嘛 以后他就在逐渐逐渐的走下坡路 那么到十八世纪晚期他就已经在俄土战争啊 在那些 呃呃就是经常走 经常是呃 占下风的啊 就是已经呃 十八世纪晚期的土耳其 其实就已经跟十九世纪晚期的大秦一样 是吧 处在西方的那个呃 那个那个西方和俄国的啊 那个压力之下了 那么这个时候呃 呃这个所谓的友谊社也开始传播这个呃 新的这个思想 而且呃 俄国的这些无论是启蒙思想家 还是呃 1821年运动中领头的那几个人啊 就是那个伊普希兰蒂斯兄弟啊 卡伯吉斯迪亚斯兄弟啊 这几这几个人都是在俄国待过很长时间的 甚至有甚至他们很多人就是在俄国工作过 是吧 那个希腊独立以后的第一个总统就是卡伯吉斯迪亚斯 是吧 就是我在呃 这个发的那几张照片中有一个呃 希腊国旗下面的那个人就是希腊的第一个总统啊 或者说希腊共第一共和的呃 呃那个第一个总统卡伯吉斯迪亚斯 那么这个人他就是呃 希腊人但是在俄国呃混过很长时间 甚至当过沙皇政权的呃 呃外交副大臣 那么大家知道从十九世 呃从18世纪的呃 呃晚期 俄国的势力就开始进入 那个地中海啊 可能大家知道有个海军上将乌萨科夫 对吧 他是第一次 那个率领俄国海军从直布罗涛海峡进入地中海 然后跟奥斯曼帝国作战啊 然后曾经一度控制了呃 呃那个呃 那个那个爱奥尼亚群岛上的几个岛 呃很有名的那个科福岛啊 当时就曾经一度被俄国控制 然后俄国在科福岛建立了一个亲俄的政权 叫做七岛共和国 是吧 卡伯吉斯迪亚斯就在七岛共和国呃 呃当过领导人 后来这个七岛共和国被奥斯曼帝国给呃 呃给给给给攻下了 然后他就跑到俄国 然后在俄国当了呃当了大官 是吧 当了外交部副部长 那么呃 但是他在这个时期呢 他就想着要呃 在希腊呃搞那个民族解放 是吧 所以他就后来他就辞职了 呃辞职了就专门去搞那个呃 希腊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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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运动 是吧 那么 呃伊布希兰蒂斯这兄弟啊 是那个希腊革命战争最早期的几个呃 那个军事领导人 那么这些人也是在那个呃 俄土战争中呃投靠了俄国人呃 呃然后帮俄国打过仗打过拿破仑 是吧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们都是军官呃 后来就是又呃 呃又又又又到呃 呃又又又又来搞那个希腊的独立 希腊的解放 是吧 呃然后呃我们讲的那个友谊社就是这些人建立的 那么这些人呃他们从呃俄国呃 转呃就是转口呃来进行启蒙 呃这就像当时的很多中国人是经过日本转口呃引进西方的思想一样 是吧 那么很多西方的思想不是直接从西方来的而是经过俄国来的 呃经过那些旅俄的 希腊人啊就像那个旅日的中国人一样啊 是呃经过一个叫做友谊社的组织传过来的 那么友谊社呃就是在1820年年底啊就开始搞一些小规模的起义啊 就像那个辛亥革命以前有什么黄花港啊什么什么呃 那个时候他们就呃在那个巴尔干地区啊搞那个繁土耳其的呃起义 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就是亚西起义那是在罗马尼亚境内 但是也是希腊人呃就是就是就是清俄的希腊人在那里搞的 那么这些人当然 希腊发生那个1821年事件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口 是吧那么这帮人他的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清俄一个当然他们也有一定的新思想 但是他们的新思想呃还是为了建立一个啊 啊那个那个中央集权而工作的 其实他们的新思想与其说是像呃如说呃那个那个洛克啊 啊不如说真的有点像伊藤博文啊或者呃彼得大帝 对吧就是学西方呃呃呃呃呃但是那是为了搞一个呃 复国强兵呃呃呃那个样子的呃呃那么同时呢在希腊本身这个社会内部 也有强烈的反那个呃呃呃傅曼的那个呃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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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这个力量啊其实就是尤其是希腊南部 那个三很多的不罗奔尼撒地区 对吧这里我要讲呃很多人都觉得 呃呃那个如果我们讲希腊文呃呃文明 尤其是讲希腊的民主呃应该强调雅典呃呃 雅典是古希腊民主的 一个最典型的城邦 但是大家要知道 古希腊那个时代 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城邦 也只是一部分 那么很多地方并不像雅典 波罗奔尼萨地区 就是斯巴达 斯巴达当然是主要的一个城邦 波罗奔尼萨不只是斯巴达 但是类似斯巴达 这样的国家在当时的波罗奔尼萨 是占多数的 也就是说波罗奔尼萨在古希腊时代 就不是一个 民主制度很发达的地方 相对于雅典而言 但是 到了近现代 反对奥斯曼 帝国的时候恰恰是 波罗奔尼萨成了一个 根据地 这就是我给你们发的那几张照片 实际上就是希腊 革命以后的第一个 首都就是纳夫普利奥 那么纳夫普利奥就是在 波罗奔尼萨的 那么纳夫普利奥做了好几年的 希腊的首都 然后到了1834年 希腊的首都才 那个独立的希腊首都才签到雅典 而那个时候的雅典 说实在的拜占庭时代就已经很衰落了 那个时候的雅典就是个大农村 那个废墟比房屋要多得多 总人口还不到一万人 是那么一个状况 所以雅典在整个希腊革命中 没有起什么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个 波罗奔尼萨 那个那个 波罗奔尼萨地区 或者希腊的西部南部那些山区 是革命的中心 那么这些地方 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是什么人呢 是吧 一种人就是在波罗奔尼萨的 非常偏僻的地方 比如说有个叫做马尼半岛 波罗奔尼萨有很多那种 非常地形非常崎岖的半岛 那么这些半岛人呢 叫做马尼奥特 这些人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很偏僻地区的那种 那种部落啊 那种那种那种状态的 他们本来就是自治的 他们搞的是那种 他们保留了 很农业时代的那种 大家长制度 就是家族啊什么 那么波罗奔尼萨 还有很多地方势力 这些地方势力啊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绿林好汉 或者说 我们也可以说 相当于清代的会党 什么天地会啊 什么这个那个 波罗奔尼萨地区 因为 他 他历来就 出绿林好汉 那么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四百年间 为了统治这片地方 也招安了很多这些绿林好汉 是吧 所以这些绿林好汉 当时这些绿林好汉 有个名词叫做 哈伊杜克 这个哈伊杜克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受招安了的 为奥斯曼帝国服务的 啊 那就像那个受招安的宋江一样的 叫做阿玛托里 是吧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没有被招安的 还时不时作乱的 啊 那么当时 呃 叫做克里夫特 是吧 克里夫特就相当于方辣 阿玛托里就相当于宋江 但是他们都是绿林好汉 是吧 那个 而且这两种人也经常身份 经常转变的 因为呃 大家也知道这些绿林的 这些地方势力啊 呃 有时候就被招安了 有时候又作乱了 也招 作乱了又招安 招安了又做 那是常有的事儿的 是吧 所以呃 也很难说这些人呃 一当宋江就永远是宋江 一当方辣就永远是方辣 呃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阿玛托里和克里夫特 是吧 他们都是一些呃 地方势力 或者说用呃 我经常用的一个概念来讲 他们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共同体 是吧 有一定的凝聚力 呃 但是谈不上是什么呃 现代公民组织 是吧 他们呃 呃 如果呃 讲的呃 简单一点的话 他们不是政党 只是会党 是吧 就是辛亥革命呃 在很多地方都是依靠会党的势力 包括那个刨哥啊 反对满清一样啊 实际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呃 那种抗争 呃 那么当时这个在1821年呢 呃 首先就是呃 一开始首先就是由那个有意识的一些人呃 从那个巴尔干地区什么罗马尼亚呀 保加利亚的这些地方 发动了小规模起义啊 但这小规模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 呃 就像那个辛亥以前的很多那种小的起义一样 那么最后发生大规模起义是在1821年 1821年的3月25号 今天就是希腊的国庆日 对吧 希腊的国庆日 就是3月25号 在呃呃 1821年的3月25号那天 波罗奔尼萨最大的城市就是帕特雷 对吧 然后那些呃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呃 什么哈伊杜克啊 那什么呃 阿玛托里啊 这些人啊 是吧 他们就呃 起来造反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啊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帕特雷的一个东正教的主教 叫做Ramanoia 他是 整个东正教会中 最早站出来 呃 支持起义的 是吧 他在3月25号那天 签署了那个 签署了起义的文告 呃 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 呃 毕竟是 呃 呃 那个那个希腊人都是东正教徒嘛 所以有一个东正教的主教站出来支持革命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 不过实事求是的讲 我要说当时的东正教教 尤其是教会上层 是不怎么 是不仅不支持呃革命 不支持独立 甚至都不支持启蒙运动 是吧 他们的典型代表就是那个 呃 呃 当时呃 呃 东正教在希腊的呃 呃 最高的宗教领袖 就是普世大墓首啊 呃 呃 君士坦丁堂宝普世大墓首当时叫做格雷哥里武士 这个格雷哥里武士是一个典型的法纳尔人 或者说呃呃 宗教上的法纳尔人叫做呃 呃 反了奥地斯人 是吧 那么 讲的简单点就是拥有特权受到官方 历来持官方立场的拜诞庭时代持官方立场 在俄罗斯帝国 呃 沙俄帝国持官方立场 是吧 那么到了奥斯曼帝国也仍然持官方立场的啊 啊这样的一个呃 总主教 那么这个人 他在18世纪末期开始呃呃 在18世纪末期开始就不断的组织希腊东正教会进行反启蒙的宣传啊 说那个西方当时出现的启蒙运动呃都是异端邪说呃 要破坏传统 是吧 他很讲 他那个时候还说啊 说那个说希腊人你们不要以为呃 呃那个 呃呃来自西方的知识好像是很有趣啊 说你们学了这些知识你们的道德就会堕落了 是吧 那个你们还是应该呃维持呃道德 而且他还专门讲啊 说那个呃呃摆脱啊 那是要不得的 呃因为奥斯曼帝国虽然呃奥斯曼土耳其人虽然不是呃基督徒 呃但是接受他们的统治也是上帝的意志 对吧你是不能违背的 是吧呃呃那么甚至到了那个呃呃 呃呃1821年年初啊 呃发那个那些呃有仪式的那些人呃发动那些起义的时候呃 呃这个格雷格雷五四啊和一批那个大主教发表了呃呃 呃呃东正教那个那个幕守呃呃东正教主教会议的公报宣布把这些呃呃呃所谓的革命者啊就是这个呃呃伊普西兰第四兄弟卡伯呃呃卡伯吉斯第二四兄弟这些人全部都革出教门啊 说他们都是呃呃呃呃呃论呃呃呃东正教的异端啊 啊讲得简单一点 这些人扮演的都是个很反动的角色 所以也就造成了整个 我后面要讲整个这个呃呃呃这个呃その1821年的希腊革命啊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世俗运动 那个宗教的色彩很淡的 但是不管怎么讲 那个东正教 它是希腊民族认同的一个符号嘛 所以那个佩特雷 佩特雷的那个主教 这个做法当时被历史学家渲染得很厉害 也就成了那个希腊革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以至于3月25号这一天 今天是希腊的国庆 也是和这个有关的 实际上起义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以后也不是在佩特雷表现的最 那个那个表现的最最厉害 但是这个就成了一个标志 可是这个时候的奥斯曼土耳其啊 我觉得他犯了一个极愚蠢的 他有一个极愚蠢的做法 就是当希腊人纷纷开始起义的时候 他们不是拿别人 恰恰就是拿这个格雷哥里武士 作为一个杀鸡儆猴的那个代表 在那个1821年的4月10号 在军事坦丁堡抓了一大堆的希腊人上层 就是那个法纳尔人的上层 而且把主要的当然就是这个格雷哥里武士 就是这个东正教的最高宗教领袖 居然就把他给绞死了 实际上这个格雷哥里武士 一直是反对革命 甚至谴责革命 甚至把那些革命者都开除了 都开除了 革除了教门 说他们是异端 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讲 他们遵从的逻辑就是 就是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他们认为格雷哥里 还是做的不够 是吧 他说我们实行的米利特制度 就是一方面我们给你特权 另一方面 你们要为我们管住这些教徒 不让他们生事 如果你们竟然管不住 或者管不好 那不管你们内心是不是要造反 至少你们是失职 严重的失职 是吧 就是我养活了你们 你们要替我们管住这帮人 你管不好 那就应该受到处分 是吧 不管你是不是也参加了叛乱 因此就以这个严重失职 没有管住东正教徒 东正教徒的一切 反叛都应该由你这个 大牧手负责 是吧 你没有能够制止这个反叛 那么就为你失分 结果就把他给绞死了 绞死以后就在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把很多 其实不愿造反的人也都给逼反了 是吧 等于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变得非常之难以收拾 而且 虽然东正教跟新教 基督教 有矛盾 但是作为 同样是基督教的一支嘛 那个 土耳其人那个 君士坦丁堡大屠杀 就是处死了 格雷克里五世 对整个基督教世界 当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的 后来那个东正教会就给 那个格雷克里五世 封为圣徒 对吧 他是圣哥的哥里 等于是 他的死也被看成是殉教 现在甚至有些希腊史家说 说他当时 那个那个站在 奥斯曼帝国的立场上 谴责那些革命者 甚至把革命者都开除 教职 说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 他是为了挽救 那个 拜占庭的 或者说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 对吧 那么君士坦丁堡大屠杀 没有大量的杀 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 而只是杀了他自己 只是杀了一些高层 大概 几十个人吧 是吧 据说就是因为他做了这样的表态 所以说这些人还是 所以现在有人说 他还是保护了希腊人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当然可能这也是事实 是吧 如果他站出来造反 那很有可能 那个土耳其人就会把 拜占庭的希腊人 全部都杀光了 对吧 那么由于他是一直是反革命 所以希腊人就 就只拿他来杀鸡 一进后就没有去普遍的惩罚 希腊人 可能真有这个成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可以说 如果要把这个 如果要把希腊和土耳其的矛盾 看成是文化矛盾和宗教矛盾的话 是吧 那么实际上是相当勉强的 因为虽然那个那个 那个这个这个希腊教 希腊人的确也是东正教徒 东正教在这个这个变化中 他也的确起了那个凝聚力的作用 而且我这里要讲 我一直认为这个近代转型 有一个破除达便车的这个过程 破除达便车一定要有超越精神的 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 那就是所谓的 我经常讲的那句话叫做 那个众人皆知奴役苦三个合同 那么你一定要有宗教精神 所以那个很多人 其实是整个近代化转型的过程 是一个用宗教精神 争取世俗权利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因此这个宗教精神 当然对于古利希腊人 前夫后继起来抵抗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但是具体到 具体到那个宗教阶层而言 那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 整个这个过程中 这个东正教上层 其实是没有起什么作用的 但是他们也的确是受到了 那个奥斯曼帝国的镇压 这个是奥斯曼帝国极端专制以后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要物极必反 是吧 他如果不这样 恐怕也不至于把希腊人都给 逼反了 那么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这个希腊革命一开始出现以后啊 他你看他那个革命的话语 看他人那些发布的文献呢 你会发现他都是 那个主要都是一些启蒙语言 而不是宗教语言 那个1821年革命以后 到了一 到了那个第二年 就是1822年 各地的革命者就在那个 也是波罗奔尼萨 那个埃皮达鲁斯召开了国民会议 发表了很著名的1822年独立宣言 这个独立宣言呢 你就可以看到 他完全是当时 欧美各国 那个宪政民主运动的一个 在希腊的一个反应 是吧 里头基本上没有提什么 宗正教 当然也提上帝 是吧 这个上帝当然是很抽象意义上的上帝了 是吧 其中主要的几段话就是这样的 他说 我们尊聪明而高贵的希腊民族的后裔 欧洲开明和文明人民的同时代人 是吧 这都是一种普世精神 他们自认为是欧洲开明文明人民的同时代人 是吧 我们看到法治的优势 再不能麻木和自辱的屈服于奥斯曼帝国残酷的 专横和暴政 我们对土耳其开战 不是寻训知识 不是叛乱 不是基于任何一部分希腊人的私利 而是一场民族的盛战 是要重新夺回我们个人自由的权利 财产和荣誉 及欧洲所有文明邻国人民 已经享有的那些权利 是吧 你通过这段话 你就可以知道 这段话强调的不是什么希腊人的民族传统 希腊人的什么民族个性 甚至是东正教的什么什么特征 他们要争取的 就是欧洲所有文明邻国人民 已经享有的那些权利 因为在这个宪政的进程方面 当时希腊是落后的 是吧 当时尽管很多国家 甚至包括俄罗斯 是吧 虽然没有宪政民主 但是那个立宪的过程 当时都已经开始了 是吧 那么 因此在他们看来 其实在俄国人看来 整个欧洲 都比俄国先进 是吧 在俄国的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自由派看来 是吧 那么在希腊也是这样 整个 欧洲 甚至包括 那个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这样的地方 都比希腊先进 是吧 他们都有了 个人 财产和荣誉 是吧 他讲了 我们跟土耳其人作战 不是基于任何一部分 希腊人的实力 而是要 重新夺回我们 个人自由的权利 财产和荣誉 及欧洲所有文明邻国人民 都已享有的那些权利 他说 但是我们现在 仍然被剥夺了 这些权利 难道我们 比别国人更笨吗 我们比他们 本性更贱吗 或更不文明吗 我们应该认为 自己很特殊 不配享有这些权利 而活该被判处 永远的奴隶制 对残忍的暴君 委屈求传吗 不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腊人 没有什么特殊 是吧 那个欧洲其他各国 已经实现的那些政治文明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呢 是吧 欧洲所有文明邻国 都享有的那些权利 我们仍然被剥夺了 是吧 难道我们比别国人笨吗 我们本性比他们更贱吗 还是更不文明吗 我们应该认为自己很特殊 不配享有这些权利吗 是吧 当然不是 是吧 这个宣言说 这是自然权利 深深播种在人心 无论三四个世纪 还是千万个世纪的暴政 都无法把他们抹去 他说这个声明说 我们要为希腊制定宪法 未来的政府应该分成两部分 行政和立法机构 司法部门应该由立法部门任命 但完全独立于其他两个机构 这里头就明确讲 他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宪政 制定宪法 而且这个宪法一定是三权分立的 是吧 他讲了政府分成行政和立法 司法部门当然是任命的 他不是选举的现在的那个那个西方国家 都是这样 是吧 但是也还是要独立于其他两个机构 这其实就是三权分立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1822年的这个希腊独立宣言 在当时整个欧洲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宣言通篇通篇都没有提到 什么古代的雅典呢 乃至基督教啊 东正教啊 很多人讲的两西文明的那些特有的符号 在这个里头都没有出现 这里头讲的都是一些普世的语言 就这个独立宣言而言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那个 宪政民主革命的一个文本 这个和那个辛亥革命要建立的那个民国 要实现所谓的那个那个民权民主 民权民族民生 这些都是有很类似的地方 就是第一 他们当然也要摆脱那个义族的压迫 但是第二 他们也要 那个 他们也要 求得制度上的进步 但是啊 那个 在当时的希腊 如果要实现这两个 就是要建立 现代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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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制度 一个当然是要推翻这个 奥斯曼帝国的这个 义族的统治 但另外一方面 这就体现了 有意设为代表的那些启蒙者 可以这个什么 阿玛托利啊 克莱夫特啊 哈伊杜克啊 这些啊 就是我称之为像会党一样的 是吧 就是像波罗奔尼撒革命 当时就靠着这帮人 是吧 那么这帮人 他们就是一个个的小共同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 其实他们 那种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 是吧 就是一个个 那个那个小主人的那种制度 是吧 那么这种制度就对于反专制而言 他们都是要求 自由的 所谓自由就是摆脱奥斯曼帝国 是吧 但是就他们的那个细部治理而言 都是强调的是地方利益啊 强调的都是那个 小团体的利益 是吧 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有很深的 矛盾 那么当时的这个 1821年起义 发生以后 是吧 到了1822年 当时那个希腊的 这些 这个这个 波罗奔尼撒地区的那些 出涌现了一些 军事将领 这个很能干的军事家 比如那个 我在这个给大家那个照片里头 其中有个期待马上的 是吧 就是那个科特罗尼斯 是当时波罗奔尼撒地区的那个 希腊起义军的将领 是吧 他 那个像纳夫普利奥啊 这些地方就是他打下来的 那么 特里波利啊 纳夫普利奥啊 这些地方 是吧 就是他联合当地的那个 呃 那个 那些绿林好汉 那个 呃 经过 呃 这个一年多两年的那个斗争 啊 就是把 这些地方都打下来了 其中 呃 对 纳夫普利奥的围攻为 持续了一年多 呃 这个纳夫普利奥后来成了希腊的一个革命圣地 啊 或者说是 呃 希腊第一共和国的那个 首都 是吧 呃 这个纳夫普利奥我在那个山上 就是那个帕拉蒙蒂城堡 呃 拍过一个 也 我也放在那个 也放在那个 呃 呃 那个照片里了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呃 这个纳夫普利奥啊 它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 从中世纪以后 它就是一个 海防要塞 呃 今天的纳夫普利奥 它有一个新城 很平 呃 是一片 呃 原来是一片沼泽 被填起来了 呃 变成了一个新城 这个新城很大 比那个当年的老城要 但是当年的那个 老城啊 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 城堡下面那个 突突出在海面上的那个半岛 这个半岛呃 四面都是海 只有一条很很窄的呃 呃 那个那个那个土地和大陆相连 这个土地上有一个门叫做呃 叫做Landgate Landgate 叫做陆地之门呃 这个陆地之门就是我们有一张照片呃 也也也就是这个陆地在这个陆地之门上照的呃 这个陆地之门很显要是吧 因为这个陆地之门旁边都是沼泽你是过不去的 是吧 然后那个沼泽对面就是一个高高的城堡 非常之高 那个那个 一百多米高 那是很显要的呃 是当年中世纪的时候 威尼斯人呃 在上头建的一个呃 一个很大的城堡 那么这个城堡居高临下 加上那个陆地之门又很小的一条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显要呃 呃当时那个 那夫普利奥当时的居民大部分都还是穆斯林 是吧 然后那个希腊的起义军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一年多的围攻啊 呃 终于攻下了这个地方 而且把穆斯林杀了很多 是吧 那么就在那里 结果后来就呃 把那个国民议会从那个呃 从他附近的埃皮鲁斯签到这里 然后就在这里的一个呃 呃 原来是清真寺啊 就是我那个也呃 这个照片也提供了 对吧 然后就在那里开了希腊的第一届国民议会 而选举出了呃 第一个总统啊 就是那个卡伯吉斯迪亚斯啊 就是那个呃 国旗下面的那个呃 那个人 那么卡伯吉斯迪亚斯这个人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他就是有意识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从俄国回来的 他曾经呃 在俄国扶植下的那个呃 祈祷共和国曾经当过呃领导人 后来后来到俄国当官 是吧 当过俄国的呃 外交副大臣 是吧 然后呃 他为了在希腊呃 呃 那个那个追求呃 呃 那个那个呃 民族独立 然后辞去了职务 然后就到希腊来发展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老谋生算的人 而且在呃 在沙皇俄国的那个官场上混的呃 他一方面有西方的那个思想 其实就像那个彼得大帝以后的一些俄国人一样 一方面有比较呃 那个先锋的西方的思想 但另一方面 也是一个铁板人物啊 那么这个人 而且他他心目中要建立的一个希腊 就是有点像彼得大帝一样的 一方面学习一方 一方面要呃 所谓的要要那个那个那个 呃 要中央集权 所以这个人 他呃 一开始一开始他并没有卷入这个起义 是吧 那个在起打江山的那几年 他都呃 他都不参加 他就等于是争取俄国的支持 呃 一直在外面 是吧 那么到了1825年 这个希腊第一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那么他就回来了 回来了 然后就当了这个呃 第一届总统啊 呃 在纳夫普利奥上了呃 呃 上路 然后就当了第一届总统 但是他一开始当总统 就发生了呃 跟那个在革命党中啊 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呃 第一就是他这个人独断专行 呃 他不但自己专行 而且还呃 呃 呃 把他的一个地 把他的一个地地啊 也提拔为自己的助手 那么就对当时的这个呃 这个波罗奔尼萨的那个地方势力 呃 构成了很大的打压 是吧 当时的波罗奔尼萨的那个地方势力 我刚才讲了 包括攻下 进攻那个纳夫普利奥的那些 起义军啊 都是一些呃 地方上的那些呃 什么会党啊 中族啊 那些领袖什么 像就是那什么哈伊杜克 阿玛托里 克莱夫特 不是宋江 就是方辣 对吧 总而言之都是些绿林好汉 那么这些绿林好汉 都是呃 不服管的 对吧 既不服和 既不服 既不服奥斯曼帝国管 当然也不服这个刚刚从俄国回来的 这个卡伯吉斯迪亚斯管 那么卡伯吉斯迪亚斯也是有从沙皇那里学会一套那种铁腕手段 是吧 然后上来就打压他们搞得很厉害 是吧 结果就呃 还在1825年前后 呃 整个名 整个这个独立战争还没有八字没有一撇的时候 起义者自己之间就打得一塌糊涂 就开始那个发生连续发生了连续发生了两次规模相当大的内战 是吧 那么到了呃 1825年呃 这个共和国成立以后 卡伯吉斯当了总统以后 他又是要在纳夫普利奥这个地方呃 搞那种反对地方主义 反对那个那个那个呃 就是那些铲除会党啊什么什么这些 结果就导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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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结果当时的那个希腊就即将发生那个内战 而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镇压起义 镇压这个希腊革命的这个势头又开始增加 因为当时从1821年到1824年 奥斯曼帝国的镇压的那个力度还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 他也是个老大帝国嘛 也衰败了 当时也是他的中央军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和晚清是一样的 晚清的八旗和绿林都不行的 那么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他们就依靠地方上的诸侯 当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最强的是那个埃及的奥斯曼帝国的总督 就是那个穆罕默德阿里 大家可能知道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下的埃及 是当时奥斯曼帝国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 也是学习西方 当然学习西方主要是造枪造炮进行军事改革 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 甚至比中央军 甚至比朝廷的武装还厉害 是吧 然后朝廷的武装对付不了他们 就把他们请出来 然后在1825年 这个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 就是伊普拉辛巴夏 率领埃及大军就在伯罗本尼萨登陆 然后这个时候那些革命者 那些起义者都内讧的一塌糊涂 互相斗来斗去 结果那些奥斯曼的中国藩 或者说奥斯曼的李鸿杖 率领那种什么乡军淮军 实际上就是埃及军 是吧 很能打仗 然后到了那里就把那个起义者收拾的很厉害 其中很有名的就是攻下了 当时波罗奔尼萨北边的一个当时革命的中心 叫做麦索隆基翁 是吧 那个麦索隆基翁啊 当时是那个波罗奔尼萨北部和希腊西部三区的那些革命力量的一个总部 当时设在那个地方 那么设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出名 还是因为什么人呢 当时希腊革命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个很多欧洲国家 因为欧洲国家大家知道对希腊有一种感情嘛 认为希腊是他们的文化之根 是吧 所以有一种所谓的泛希腊文化运动或者说叫做希腊主义运动 就是认为那个那个 我们要保卫希腊 这就保卫我们的文化之根 是吧 当时像英国的那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雪来 就有一句话说我们都是希腊人 今晚我们都是希腊人 是吧 这句话后来被人套用了很多 在很多场合都经常被借用这句话 是吧 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都是汶川人 是吧 那么到那个那个反正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都是哪里哪里 这是所谓的共情了 然后 雪来当时就是在欧洲这么说 然后另外一个英国的作家 就是著名的诗人拜伦 也带了一批人到了麦索隆基欧去参加希腊革命 是吧 因此当时的麦索隆基欧和那个纳夫普利奥 并称为希腊革命的两大圣地 或者说两个圣城 那么麦索隆基欧当时就在埃及军队的进攻之下 被包围了一年半 最后就被攻下来了 被攻下来以后进行了大屠杀 是吧 那么拜伦在这个攻陷之前在1824年 他就病死在麦索隆基欧 那么因为那个像拜伦这样的国际主义者 或者说叫做 用外语讲叫做 叫做非和伦尼人 泛希腊主义者 非和伦尼人 那么当时欧洲各国的很多泛希腊主义者都在麦索隆基欧 而且那麦索隆基欧就是 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 具有国际性的影响 土耳其人或者说那个奥斯曼的埃及人 在麦索隆基欧进行大屠杀 在整个欧洲引起爆炸性的反应 就是那个欧洲人平时他也不太 平时也就做做嘴炮当 是吧 那真的要出兵 你就得这个专制的要做出很出格 就像今天的俄罗斯在什么布查呀 在什么这些地方搞大屠杀 那就使得欧洲人不得不起来支持乌克兰了 是吧 那么麦索隆基欧的大屠杀 兴起以后马上在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 那么就使得欧洲大国要干预希腊的这个事态 其实啊 因为大家知道奥斯曼帝国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老对头了 所以削弱奥斯曼帝国是他们都愿意做的事 欧洲各国本身有很深的矛盾 尤其是俄国和英法这两个西欧国家 当时的矛盾都很深的 大家知道当时刚刚打过拿破仑战争嘛 是吧 那个拿破仑战争当然是俄国和法国是对立的 那么拿破仑战争打完以后 维也纳会议以后的世界上 那么俄国和英国矛盾又开始增加 所以他们当时共同干预希腊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们都各怀鬼胎 但是麦索隆基欧的陷落和大屠杀 以及包括雪来这些 那个那个欧洲各国资源希腊的那些 国际主义或者说也可以叫做泛希腊主义者 他们的那些工作起了作用 因此在麦索隆基欧被攻陷以后不久 1826年就宣布联手干预 希腊的那个革命 就是就是那个 要制止 土耳其人对希腊的那个镇压 是吧 然后英国就出动了海军 在1826年 进行了那个纳巴里诺海战 就把那个奥斯曼帝国 实际上是埃及 那个舰队给消灭了 埃及舰队消灭以后 因为埃及到波罗奔尼莎是要跨海的嘛 是吧 那么就等于是把他的那个运输给切断了 然后法国在1827年 呃战士远征军这个茉莉斯远征军呢 是一个呃在希腊文化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它不光是个军事事件 我曾经在呃一个短视频中介绍过这个呃 莫里斯远征队的 莫里斯远征队是由法国的梅森元帅率领的 他继承了拿破仑的传统 这个军队内部有大量的专家 什么城市规划师 考古学家 古典文献学家 博物学家等等等等 在希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就像当年那个桑波梁啊 什么这些人在埃及 进行的研究 什么象形文字啊 什么什么都金字塔的发现 都是这些法国人搞的 那么他们在希腊也搞了这些事情 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什么 什么那个奥林匹克遗址 什么运动会 什么那个奥林匹克的宙师神庙 甚至帕太农神庙 雅典卫城都是这些人搞的 那么这些人在军事上也很有本事 在1826年他们就把我前面提到的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作为希腊革命象征地的 那个帕特雷 就是3月23号 那个主教签署革命宣言的那个地方 就是希腊国庆的那一天 就是以这个事件为代表 但是帕特雷后来就被奥斯曼帝国给攻陷了 攻陷以后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大堡垒 就是在波罗奔尼莎地区的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 然后这个法国人和希腊起义军 就是这个梅森元帅率领的那个法国志愿军 围攻那个地方又围攻了一年之久 最后把他们攻下来了 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 就使得1826年 由于纳瓦里诺海战 由于那个莫里斯远征军在陆地上 攻下了帕特雷 整个战争局势发生了变化 土耳其再厉害 他也打不过这个英法和这三大国 加上埃及的起义军 那么当时的那个穆罕默德阿里 他是出动埃及军队 为皇帝 为那个奥斯曼皇帝打仗 当然他自己也有小算盘的 就像就像晚清的那些什么 张之洞啊 李鸿章啊 那么他们也是不愿意得罪外国得罪的太厉害 中国不是有东南互保吗 然后这个伊普拉辛他也开始搞埃及互保 然后他就自己就从那个 波罗本尼莎撤军了 撤军以后 奥斯曼帝国当然就打不下去了 所以到年 到了1832年 那个奥斯曼帝国就跟有关各方 包括希腊的革命者 也包括那个俄国法国和英国 把这三个出来干涉的国家进行了谈判 签订了那个军事坦丁堡条约 就承认了希腊独立 这个时候的希腊就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 就是希腊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 希腊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 应该是从希腊革命的那一天开始 在各地就开始搞共和制 就是1821年 但是始终没有正式建国 正式建国是在1925年 1825年就是那个 他们在那个纳夫普利奥建立了首都 然后到了1928年 产生了第一个总统 就是那个卡伯基斯迪亚斯 但是到了1832年 仅仅过去四五年 这个卡伯基斯迪亚斯就被暗杀了 那么当时的共和国就出现内乱 就出现那个地方势力 然后和那个专制势力之间就开始斗 再加上当时的那个 三个参与干预的这三个国家 就是俄国英国和法国 都觉得希腊人管不住自己 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奥斯曼帝国 一下子削弱的太厉害 这会使欧洲各国的政治发生失衡 尤其是英国法国害怕 俄罗斯在把奥斯曼帝国彻底搞垮以后 就变得非常之强大 是吧 所以也不愿意 也愿意四可而止 于是在那个 于是在1832年的 这个 这个一开始是伦敦协议 后来是军事坦丁保条约 所以一开始就为希腊的这个 就做了一个安排 第一就是承认希腊独立 是吧 这个奥斯曼帝国也承认了 但是当时的希腊还很很小 是吧 当时的希腊其实主要就是 波罗奔尼撒半岛和中希腊的一些地方 那个雅典以北 像瑟沙利啊 马其顿啊 那个 瑟雷斯啊 这些地方当时仍然都是奥斯曼帝国的 所以当时只是一个小埃及 当时那个包括爱情海上的克里特岛啊 当时也还是奥斯曼帝国的 那么这个小埃及呢 当时他们认为搞共和制不成熟 是吧 就是因为你那个卡伯基斯迪尔斯 他是要 他是很专制 而那个 而那个 波罗奔尼撒地区的那些地方势力 那些会党 又不买他的账 是吧 那么如果你真的 如果没有一个权威 就会一盘善杀 就会 那个 就会 就搞不定 是吧 所以 他们就觉得 这个独立以后的希腊 还是应该有君主 但是 但是这个君主从哪里来呢 君主不能从 希腊人中间产生 因为希腊人 互相都不买账 是吧 大家 那个包括卡伯基斯迪尔斯和他的弟弟 都搞不定 是吧 那搞不定 你那些地头蛇也不能 也互相 奈何不了谁 是吧 那么他们就说 应该从外面 派一个国王 大家知道 在欧洲 一个国家 内部矛盾很多 就从外面 派一个国王 这在欧洲 中世纪是比比皆是的 那么但是 这三个国家 英国 法国 和俄国 彼此又互相都不信任 谁都不愿意 把革命以后的希腊 交给 别人 英国不愿意交给法国 法国不愿意交给俄国 俄国也不愿意交给英国 这三个国家都不愿意 于是他们就达成一个 妥协 希腊的国王 不能从我们三家中出 也不能从希腊人出 中间出 那么从哪里出呢 他们选了一个地方 就是巴法利亚 巴法利亚是当时 德国的 一个诸侯 诸侯国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 德国还没有统一 德国是到了 比斯迈以后才统一的 那么那个时候的巴法利亚 只是德国的一个小邦 力量很弱 但是这个小邦 比较文明 是受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影响 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 一个地方 那么他就 当时这三个国家 就商定 由巴法利亚派一个王子 叫做奥托伊士 来到 纳弗普利奥 那么这个人就当了希腊的国王 就叫做奥托伊士 于是 希腊革命 从1821年发动 1925年建立了希腊第一共和国 但是到了1833年 这个只建立了八年的共和国 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 希腊就变成了一个王国 那么这个王国是由一个巴法利亚的 来的一个国王 来治理的 他不仅 这个国王 他还带了一批巴法利亚人 因为这个奥托伊士当刚到希腊的时候 他只有17岁 实际上都还没有成年 所以他从巴法利亚还带来了一个摄政委员会 都是巴法利亚人 然后这些人 就在这三大国的支持下 进行了那个摄政治理 那么当时是讲好了的 说这个摄政是一个过渡 这个奥托伊士应该和希腊人商量 那个当时是保留了希腊议会的嘛 要和议会商量 要在希腊制定宪法 实行君主立宪 让希腊人自己来治理希腊 但是奥托伊士和他带来的那些巴法利亚人 就实际上就是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 然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巴法利亚人专制 一开始是那几个摄政 那几个摄政说实在的很不像话 后来希腊人说 他们连土耳其人都不如 那个又贪婪又专横 为希腊人真的税很多 然后那个奥托伊士成年以后 他自己就开始治理 他也比较专政 一再拖延那个宪政的宪法的制定 然后就拖来 希腊人就非常之不满 那么希腊人不满 就不断的向他施加压力 最后结果奥托伊士就不得不 召集了一个议会 但这个议会也不是普选制的 而且他召集的议会 也是从希腊人中召一些 召一些他信得过的人 然后这些人实行的也是一些寡头制度 所以后来有人说 奥托伊士时期原来是巴伐利亚的设政专制 后来变成他自己的专制 然后后来又变成希腊人的寡头专制 然后就一直就搞不定这个希腊 然后希腊内部就有各种各样的派别 当时奥托伊士面对这个国外的那个 面对那个国内的这个压力 国内要求宪政 要求他想到的一点就是要对外扩张 因为大家知道当时的希腊还是很小的 当时爱情海周围的希腊人 大部分仍然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 包括瑟莎利亚 包括现在希腊的第二大城市 撒罗尼卡 就是古代的贴撒罗尼加 包括克里特岛 包括那个希腊中部北部的很多地方 当时仍然属于那个属于 属于奥斯曼帝国 而这个希腊建国以后 到底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一开始就有两个 就就有就有很重要就有很重要的分歧 一种分歧叫一种主张叫做伟大理想 什么叫伟大理想呢 就是从俄国来的那批 那个友谊 以那个第一个总统 卡伯吉斯迪亚斯为代表 后来希腊变成王国以后 那个奥托伊士和他的 和他的那个儿子乔治伊士 都是持这种主张的 就是所谓的伟大理想 就是把希腊 把整个地中海东部的希腊人 包括拜占庭 包括伊兹密尔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的 那些地方 都要收回来 建立一个大希腊 把所有的希腊人都搞在一个国家 那么为此就要 复国强兵中央集权 建立一个能打仗的 军国主义式的一个希腊 就是以这个 以这个大国崛起为理由 来抵制民主潮流 但是另一部分人 他们对这个所谓的伟大理想 就提出批评 说你搞一个那么大的国家 如果还是专制的话 那你这个希腊的寡头专制 巴伐利亚人的专制 和土耳其人的专制 有什么区别呢 甚至有人说 你这几个巴伐利亚人 比土耳其人都还要坏 土耳其人毕竟他们都是几百年的贵族了 都吃饱了 结果你们跑来一些那种爆发户 比那老贵族还要 还要饿 还要贪婪 是吧 那我干嘛要这样的 是吧 所以他们就提出 我们国家不需要那么大 但是一定要是文明国家 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家 当然主要就是 在政治文明上 要赶上西方的先进的步伐 是吧 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希腊就开始逐渐出现了 那个内部的激烈的斗争 讲的简单点就是自由派和保皇派的斗争 那么当时的保皇派 就是主张希腊搞伟大理想 搞那个专制的强国 但是在宪政上就不断的拖延 但是那个另外一派 就是主张要搞宪政 而且那个对外扩张 就是民主主义的诉求 把那个其他的希腊人 从从奥斯曼帝国的 压迫下解放出来 当然也是他们要追求的 但是这不应该是最主要的 尤其是不应该以这个 以这个对外战争为借口 那个就是停止 这个政治转型过程 但是这些人中 也有各种各样的人 也有各种各样的派系 因为希腊说实在的 从城邦时代以来 他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么到了亚历山大 马其顿帝国也是昙花一现 那么后来的拜占庭帝国 垮了以后也是 大家知道法兰克人 威尼斯人 后来的土耳其人 包括各种地方诸侯 就是所谓的莫里斯 什么这些 都曾经统治过这片地方 那么这片地方 当然也是到处都是军阀 包括埃及独立战争以后 兴起的那帮人 就是后来的所谓的寡头 希腊独立战争和希腊革命 崛起了一批军头 那么这些军头在以后的 这个政治中也都成长为大大小 和那个民国时期的中国 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从1834年 希腊第一共和国结束 一直到那个1974年 这个希腊的政局 就出现很多问题 首先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保皇派和自由派的斗争 保皇派的自由派的斗争 又牵扯到 因为希腊毕竟是个小国嘛 而且还是个弱国 他就像晚清的中国一样 也受到外部势力的一些干预 那么当时的外部势力中 你像俄国 当然俄国到了1917年以后 变成苏联了 苏联对希腊的影响 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后面要提到的希腊内战 就和这个事情很有关 但是在沙皇俄国时期 在沙皇俄国时期 当然俄国的主张是要建立一个东正教的 或者说是范斯拉夫 范东正教的一个 一个以俄国为首的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是在欧洲大陆上是很保守的 是属于欧洲宪兵 是吧 那么他当然是抵制这个自由民主的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有影响的就是德国 因为这个奥特伊斯 我前面讲了 他是巴伐利亚人 实际上是德国人 到了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 他当然就是亲德的 是吧 那么所谓的亲德是指亲德语国家了 不一定是德国 包括奥地利在那 那么因此他是亲德澳的 是吧 那么他也是比较专制的 但是他比较专制 他跟俄国的矛盾就比较大 尤其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时希腊就已经 那么奥特伊斯是亲德的 他就不愿意参加协约国 一开始他很想参加同盟国 但后来国内反对的人太多 他就主张中立 坚决不参战 但是当时他的那个首相 就是维尼泽洛斯 这个 维尼泽洛斯 那么这个人是近代希腊很有名的自由派了 他在那个 他在那个乔治伊斯的晚期当过首相 这个人就是一个自由派首相 那么这个人是主张加速宪政的 这个人跟英国法国的关系很好 那么他就是主张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 以至于后来希腊分裂成两个政府 互相之间发生了很多的冲突 那么第三派 就是这个自由派 是主张在希腊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 一再 吹那个 一再施加压力 要求国王立宪 要求开议会 要求建立责任政府 要求把那个 皇帝变 要求把国王变成虚军 那么这些人 他们主要是轻英的 他们在希腊革命时期 一些代表人物 都是一些接受那个西欧的 所谓泛希腊主义 什么雪来啊 拜伦的这些人的影响 跟那个 既反奥斯曼帝国 也对沙皇的那种专制体制不满的那些人 其中在希腊革命时期的 另外一个人物 其实曾经当过临时政府总理的 马弗洛可达托斯 这个人是一个在 在那个意大利 在法国都待过的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西方派的 我前面提到的1822年的独立宣言 就是他起草的 前面讲 里头讲的都是什么三权分立啊 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人 以及他后来的 那个那个 维尼泽洛斯 维尼泽洛斯 其实就是 他这个家族和 维尼斯是有关系的 维尼者就是维尼斯了 维尼泽洛斯 也是一个比较西化的 就是自由主义者 那么他在 那个 他在乔治一世那个时期 就就当了首相 他就一直主张要加快 那么处在这种状态下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希腊就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局势 从 希腊王国 就是1834年 这个希腊 废除共和 建立了 王国 第一共和就结束了 从1834年 这个建立王国以后 一开始的80年 希腊的情况还 相对而言 还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国王 最初的这两个国王 统治时间都很长 是吧 这个奥托一世 统治了 三十多年 差不多四十年 他的儿子 乔治一世 统治了五十年 这个时间都很久 那么这段时间 虽然这个 内部势力非常 错综复杂 那个内部的斗争 包括希腊还卷入了 在这个期间还卷入了 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吧 卷入了两次巴尔干战争 是吧 那么这段时间的希腊 在版图上 有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我们知道 他那个对外扩张 经常是 经常是强化中央集权 抵制宪政进程的借口 是吧 所以在 两次巴尔干战争 希腊都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吧 但在协约国方面 也取得了胜利 是吧 那么在这个 虽然在这个对外方面 有了进展 但是对内就一直是 就一直是 这个宪政部门 进程就很慢 是吧 那么宪政进程很慢 就引起了国内的 强烈的反抗 到了到了那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 以 维尼泽洛斯为代表 维尼泽洛斯首相为代表的自由派 和这个 和这个乔治一世 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就是保王派 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当时的那些 那些保王派 为了压制民主 就选择进一步的对外冒险 于是就发生了 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希腊本来是已经赢了 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 希望把整个土耳其 希腊人居住的地方 包括 有希腊人居住的地方 包括军事坦丁堡 包括伊斯麦尔 整个小亚西亚 很多地方当时都有希腊人 都拿下来 因此就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 这就是所谓的希腊战争 正好这个时候 土耳其也发生革命 就是土耳其也在搞宪政 同时也是民族主义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人大名鼎鼎 就是Kemer 或者叫做阿塔图尔克 Kemer 就是土耳其之父 那么Kemer也是一个学习西方 要求改变 专制 要求实现现代政治 同时他又是一个 为了扩张土耳其的领土 还是要实行 威权政治的 那么一个政治家 他跟当时希腊的那些人 跟当时希腊的那些军头 其实思想倾向 意识形态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都要扩张 结果就打起来了 那个西土战争 本来是战败的奥斯曼帝国 对抗战胜的希腊人 但是当时的希腊很专制 又很腐败 再加上这场战争 本来就是为了转移对内的压力 用对外冒险来转移对内的压力 本身准备就不足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实际上等于是希腊是输了 他在小亚西亚攻下的那个什么 伊斯曼尔这些地方后来都被夺回去了 那么最终就是在列强的侨庭下 最终在1924年 西土就是达成了和平 然后两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换 为了解决这个种族矛盾的问题 希腊境内的穆斯林都签到了土耳其 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徒都签到了那个希腊 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大量的种族屠杀 种族对立啊什么 就是身份政治啊 就是穆斯林和东正教徒 那个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啊 之间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啊 其实老实说都不一定是宗教问题 教会在里头扮演的角色也不怎么样 但是很多政界人士 以这个为理由啊 就是强化自己的权力 那个阻挡宪政进程 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的乱局 那么希腊在西土战争中最后也失败了 失败了的结果就是使得这个 这个国王声名扫地 是吧 就搞不下去了 结果那个自由派就趁机就加大了宪政的压力 于是在1924年 希腊废除了国王 而实行了第二次共和 就是希腊的第二共和 希腊的第二共和 从1924年到1935年维持了11年 那么希腊虽然第二次又恢复了共和 但是就跟第一共和一样 仍然出现 内部的各派势力 互不相让 没有妥协精神 是吧 而且希腊的各个地方势力 各个地方的差异也很大 南方的 波罗奔尼萨很早就立国了 我前面已经讲过希腊立国就从那里开始的 但是他虽然立国很早 民族主义很强烈 但是自由主义很弱 受英法这些国家的影响都比较弱 而且经济也不发达 而北方的像萨罗尼卡那样的地方 他们进入 进入希腊版图 时间很晚 都是到巴尔干战争以后才进入的 民族主义也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那里还有大量的非希腊的 非希腊的人口 包括非希腊的斯拉夫 除了穆斯林以外 还有很多斯拉夫人 但是他们自由派的力量比较强 所以这个地方上的这些 这些 这些格局啊 这些这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 希腊虽然废除了 废除了国王 建立了共和 但是那个共和 非常之不稳定 很多的选举都有大量的舞弊 而且不断发生政变 从1924年到1935年间 希腊第二共和国 维持了11年 其中就经历了23届的政府 一次军事独裁 还经历了13次的政变 那么这个时期的共和国 也是等于是徒有希腊 那么大家也知道 到了1935年间 整个欧洲大陆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这个大萧条 和那个经济危机的影响 由于当时的第二波民主化的退潮 我曾经在宏观的历史上讲过 那个在世界历史上 那个一战以后 凡尔赛体系以后 曾经有过一次第二波民主 第一波就是那几个老的民主国家 第二波民主就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五大帝国相继崩溃 大清帝国 奥斯曼帝国 奥雄帝国 德意志第一帝国 和那个沙俄帝国 这五大帝国都崩溃 产生了一大批新兴民主国家 但是这些新兴民主国家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结果都不太好 第二次民主化 第二波民主化 基本上是失败了 那么到了30年代 不是转向左派集权 就是转向右派集权 左派集权就是苏联 那么右派集权就是 纳粹 法西斯西班牙的弗朗哥等等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第二共和也难以维持 到了1935年 然后就是希腊的军人 发动政变 又把国王赢回来了 当时的国王就是 那个乔治一世 又再次上台执政 等于是伏毙了 那么 不是 当时是那个 康斯坦丁一世 又再次伏毙了 对吧 然后希腊又出现了 这个这个 又变成了王国 那么在这个时候 当时希腊已经开始 接近 那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希腊本身 他内部的那个 左右派的冲突 就开始尖锐起来 当时希腊 有民主的左派 就是那个 社民党的那些人 后来 希腊再次 两大政党之一的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出现 出现的 当时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 帕潘德里欧 是吧 是后来希腊左派的 就是民主左派的 社会民主党的 那个 头头 但是当时也有右派 当时的右派 还不是 所谓的 那个古典自由派 而是 还是保皇派 那么这些保皇派 对当时的 下层的草根阶层 包括工人阶级 打击都是很厉害的 当时的希腊的 经济很萧条 那个 劳动者的处境也很困难 因此 包括这个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影响都是很深的 然后 由于 由于这个 国内的 那个 左派运动的兴起 又导致右派 要 采取更铁腕的办法 于是 1936 希腊就发生军事政变 是吧 当时的那个军头叫做 美塔克萨斯 就 就推翻了文人政府 建立了军人独裁 整个 希腊就变得 非常之专制 甚至 有人说 甚至比那个 比那个 那个 那个 奥斯曼帝国时代都更有 甚至 甚至我前面已经讲了 他就把 他甚至把希腊古典时期的那些书都禁了 连那个 亚利斯多德斯诺芬都给禁了 实行严厉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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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独裁 那么 因此也就使得这个 当时的希腊 第一 是因为这个军人独裁 非常之不得人心 对老百姓的镇压也很厉害 第二 是当时的国王 我们知道希腊的 这个 他1834年以后建立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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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王国啊 国王都是外国人 是吧 都是 奥托一世是 巴伐利亚人 那个乔治一世 就是执政50年的那个 那个 国王 是丹麦 是丹麦王子 不过他丹麦王子 其实也是讲德语的 也是 也是德裔智能 这个在欧洲 这个常见的现象 那么 这些人 他们的执政 呃 执政的结果不怎么样 是吧 他们本身又不是希腊人 所以在老百姓心中 呃 其实是 威望是很低的 那么到了二战时期 希腊就沦陷了 沦陷以后 希腊就出现抵抗运动 而希腊的抵抗运动 跟呃 欧洲很多国家的抵抗运动 一样 都存在着 两个 基本的派别 一个就是 那个 共产党搞的 啊 那个那个 就像铁托啊 呃 就像那个 呃 这个 这个希腊共产党 在那个二战期间 发展出希腊的 那个民族解放军 啊 那是是是 很强大的 当时在抵抗运动中 呃 是是是 呃 是是是 最强大的一支 那么当时的流亡政府 呃 逃到了埃及 那么流亡政府 在希腊国内 也有抵抗运动 呃 这就是呃 战前的呃 正统政府 是吧 这就相当于 呃 中国的国民党和 共产党 是吧 相当于南斯拉夫的切特尼克 和呃 铁托 是吧 那么他们一般 他们呃 虽然都是抵抗 呃 呃 都是站在盟军一边的 但是他们 一直在进行 呃 内战 是吧 一直在进行敌后的内战 啊 就是那个那个呃 共产党和右派武装 呃 在那里不断地进行冲突 那么这个 内战呢 在呃 还在在 还在 抵抗运动时 就已经很厉害 呃 南斯拉夫和希腊 其实情况都差不多 是吧 实际上都是 呃 你要说他们花了多少力气来打德国人都很难说 但是他们那个呃 自己和自己打啊 就共产党和右派之间的战争 当时的规模就很大 那么 这个战争呢 呃 尤其是在希腊 因为战前 希腊的这个呃 当时的右派专制就不太得人心 所以呃 这个共产党的影响当时也是很大 所以在一八呃 一九四四年 呃 西拉 二战行将尾声的时候 德国军队从希腊撤走啊 大概在呃 十月呃 一九四四年十月撤离希腊 呃 希腊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基本上控制了希腊的局势 也占领了雅典 那么这个时候盟军几乎同时也进入了雅典 就发生了希腊的四年的内战啊 这个希腊的四年内战呢 呃 应该说内容是非常之丰富的 可以专门呃 讲一讲 而且他也是希腊 现在希腊史上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呃 其实我大概在六七年以前呃 第一次去希腊的时候 就想呃 了解希腊内战 结果后来就发现希腊内战 是希腊 现在史中一个非常大的窗疤 呃 没有人愿意提这个事 呃 那个雅典有一个最大的战争博物馆 呃 希腊的第二大城市 呃 萨罗尼塔也有一个很大的战争博物馆 这个战争博物馆琳琅满目 啊内容非常丰富 是欧洲比较呃 办得比较好的战争博物馆之一 但是很奇怪的是 死了几十万人的这个呃 1944年到1947年的呃 1948年的这个内战呃 其实一直到1949年呃 1949年的内战 居然在这两个博物馆中 在雅典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在那个呃 在那个呃 在那个在那个萨罗尼塔的战争博物馆中 只有只有呃 一个呃 只有一张图片 是吧呃 反应了就是从战争到和平 是吧 里面呃 有一句话提到 是吧呃 内战以后 而不是那个二战结束以后又出现了内战 然后就实现了和平 是吧 具体内容一一句都没有 是吧 原因是这场内战呃 死了几十万人 那真的是非常惨的 而且现在的希腊人认为 那就是自己打自己 是吧 是骨肉相残 呃 失败的一方不堪回首 胜利的一方 现在也不认为这是光荣 是吧 整个希腊没有呃 呃 没有那个宣扬内战成果的那种 那种报道 是吧 那么由于内战的结果 那个希腊差一点就变成一个 苏联式的国家 被纳入呃 就是那个那个战后的东欧那种国家的那个范围 是吧 呃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实现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跟中国是恰恰相反的 因为中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 本来是国民党非常强大 共产党当时是远远不如国民党的 但是内战的结果是共产党打派打败了国民党 而在希腊正好相反 是吧 在希腊呃 二战结束的时候 共产党的力量远远超过右派 呃 但是内战打下来 共产党失败了 右派倒是呃 成功了 这里头的原因何在呃 呃 其中包括呃 我们对冷战的很多呃 呃 一些新的认识 是吧 我觉得有必要呃 另外讲一个 这个也是在希腊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呃 那么不管怎么说吧 我今天就只讲一点就是 就是那个呃 这个这个内战的结果 使得这个右派打败了共产党 而这个战争 战争中崛起的右派 他就变成是极右啊 就是就是那的专制的程度也很强 而且实事求是的讲 呃 在内战以后的一段时间 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是支持呃 呃 是支持这个右派专制的 这也是呃 当时整个欧洲 呃 这个呃 除了西欧的北欧的民主国家以外 呃 东欧就建立了苏联大林的 斯大林模式的专制 南欧的三个国家都建立了反共的专制 是吧 就是西班牙的弗朗格专制 呃 呃 葡萄牙的索摩查专制 和希腊的帕帕多 帕帕多罗 帕帕多普洛斯的专制 是吧 这三个人都是呃 军人独裁者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时期呃 由于冷战 是吧 这个这个呃 西方主要考虑的是呃 押住共产党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呃 这些国家也是呃 也也都是独裁制度 那么后来一直到呃 就是这个七十年代呃 七十年代出现所谓的地中海民主化 呃 就是在东欧民主化之前 先出现了地中海民主化 就是呃 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呃 呃 呃 那个那个呃 葡萄 呃 共和制 是吧 呃 包括希腊的这个军政府的倒台 呃 这个呃 就同时呃 呃 在大 都是在1973到1975年间呃 南欧的这三个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 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当然东欧又实现了民主化 呃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波民主化了 那么到了这第三波民主化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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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才呃 才才才才建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主制度 而这场民主化 和军政府对外的冒险也有很大的关系 是吧 在这个民主化之前呢 呃 希腊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是吧 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放缓了 呃 经济增长也还是在维持 但是在呃 呃 他的那个腐败很严重 是吧 两极分化很严重 而且呃 而且他那个经济增长也是以低人权为代价的嘛 所以导致呃 呃 呃 老百姓的呃 那个不满也很强烈 那么由于这个原因 呃 当时的军政府为了维持独裁啊 也想到要对外冒险 这个和呃 呃 巴尔干战争以后 那个就是第一次 呃 西土战争 呃 导致这个 这个这个 国王的下台 国王的被大处 是很类似的 当时这个呃 当时那个帕帕多 帕帕多普洛斯 就是当时的那个军头 当时的那个呃 军人独裁者 他就想到 要在塞浦洛斯 塞浦路斯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塞浦路斯今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国家 呃 这个塞浦路斯岛啊 呃 是爱 是那个东地中海最大的岛 他主要的居民都是希腊人 大概80%几是希腊人 呃 当时希腊这个所谓的伟大理想 是一直是想要把那个 呃 塞浦路斯给拿过来的 呃 但是呃 因为当时英国在塞浦路斯 有很重要的军事基地 呃 英国不愿 而且塞浦路斯 呃 不光是希腊人 他还有土耳其人 情况也比较复杂 所以他就没有归宾到希腊 那么到了60年代 呃 英国 希腊 土耳其 这三个国家 呃 经过协商 呃 决定塞浦路斯 呃 不加入土耳其 也不加入希腊 要独立 是吧 于是塞浦路斯就独立了 独立以后呃 执政的是一个东正教的领袖 就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这个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他是个希腊人 但是他是呃 主张独立的 他是不认同希腊的军人的 那么那个时候的 帕帕多普洛斯 就是当时希腊的 那个军政府的独裁者 呃 他在国内遇到危机 遇到合法性危机 呃 那个那个国内的很多不满 是吧 那么他想到的一个办法 就是呃 要把塞浦路斯拿回来 是吧 于是他就策动了军事政变 呃 把那个 把那个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 政府给推翻了 推翻以后 他就煽动呃 塞浦路斯的那个希腊的 希腊族的右派啊 呃 欢迎军政府呃 出兵塞浦路斯 把塞浦路斯给送回来 可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的土耳其 也在盯着塞浦路斯 那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被推翻以后军事政变 土耳其就出兵 那个呃 塞浦路斯 而土耳其 在当时那个英美这些国家看来要比希腊更重要 因为他呃 卡住了那个重要的黑海海峡嘛 是吧 大家知道拜占庭啊 波斯普鲁斯海峡 这都很重要的 而且土耳其本来也比希腊大得多 而且土耳其当时已经实行了一个世纪的 那个世俗化政策啊 也是穆斯林地区 呃 搞那个宪政民主 搞那个 现代化的一个带头羊 是吧 所以西方还是呃 那个那个那个 还是比较看好他的 是吧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再加上当时希腊的军政府也很腐败 是吧 而当时土耳其的那个世俗主义改革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土耳其的军队很快就呃 搞得那个军政府没有办法招架 马上就内部矛盾的爆发 对外呃 对外冒险的失败导致了对内呃 导致了内部矛盾的出发 呃 那希腊马上出现学生运动 呃 尤其是当时的那个雅典理工大学呃 出现那个学潮 然后军人震压导致整个欧洲呃 呃一片哗然 是吧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终于呃 呃 由于内外交困军人政权就终于 呃 一开始是一场政变 是吧 呃 一个军人推翻了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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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那个流亡到流亡在法国的呃 呃 自由呃 自由派政治家卡拉曼利斯请回来 卡拉曼利斯是一个右派 但是他是民主右派 他回来以后 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允许希腊共 允许希腊共产党合法化 是吧 呃 是吧 那个那个呃 呃 在希腊内战以后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然后他们都流亡到苏联 然后在苏联又不停的进行党内斗争 是吧 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讲吧 是吧 那么总总而言之到了这个时候呃 希腊共产党和意大呃和那个西班牙共产党一样 是吧 也愿意接受呃民主制度 是吧 然后就是在1974年呃 呃 卡拉曼利斯呃 允许希腊共产党合法化 希腊实现了历史性的左右和解 是吧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50年内 希腊逐渐逐渐形成了两大党 就是那个呃 所谓的右派就是新民主党 所谓的左派就是泛希腊 那么当然这两大党跟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一样 现在都出现老化的趋势 是吧 现在已经出现一些新兴的啊 就包括现在执政的那个啊 什么齐普拉斯这些人 但是基本格局就已经定了 那么从呃 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看起来啊 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呃 希腊这个国家跟我们看到的其他一些国家 尤其是那个东方大国 呃 呃 他的国情 他的历史 他的大小 他的发展水平 他的呃呃呃 过去现在和未来差别都千差万别 尤其是就文化而言 是吧 我们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多少多少区别 而西方文化呃又是所谓的两西文化 我前面讲了两西文化的结合点 两西的结合点就是希腊 是吧 东正教啊 东正教和那个啊 古希腊的呃 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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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 呃呃呃 呃呃呃 permettre 但是这两个区别那么大的呃呃 地方啊 呃其实啊 他们的民主化都非常取则 都非常呃呃 一不三折 而且都非常落后啊 啊 尽管希腊呃呃 呃 古代希腊雅典 是民主的一个民心 是吧 但是在近现代西腊是被民主遗忘的角落 是吧 一直到七四年才跟呃呃 呃在跟那个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 呃才呃 才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 两次共和国都昙花一线 第一共和国只有八年 第二共和国只有十一年 那么其中经历了很多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其实我们分析起来 都有很多直接的因果关系 前面提到的身份政治问题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 在专制时代就出现的小共同体问题 就是希腊的那些会党 希腊的那些哈伊杜克 阿玛托利 这些类似于会党 类似于中派 这些东西 地方势力 他和中央集权之间的取舍 这里我要讲 所有的宪政路程 都不可能一下子 一出而就的摆脱所有的属负 那么在整个宪政过程中 人们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很多那种 利用某一种属负去摆脱另一种属负 两害相权取其亲 这一类的选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产生无数的波折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启蒙的异化 那么宪政民主制度 是一个近代的潮流 但是这个近代的潮流 在很多国家都不是直接的 都是经历了一个拐弯 比如说在中国就说到 中国学西方实际上是在学日本 而希腊人学西方实际上是在学俄国 有意识是在希腊的同盟会 是在奥德萨 是在俄罗斯帝国成立的 而中国的同盟会是在日本成立的 因此中国的启蒙带有日本的特点 而希腊的启蒙带有俄罗斯的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又对他们的后来的 那个民主化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总而言之 这些因果关系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加以 而且这些研究都可以直接从 史实和史实之间的逻辑中 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 如果我们把这些因果关系都不去探讨 而一下子就把因果链上升到 非常形而上的那些 那些虚无缥缈的层面 就是什么文化是个框 什么都往里装 动不动就在那里 什么古希腊文化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东正教和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 说实在的 我觉得就很难理解 希腊从1821年到1874年这段历史 150多年的历史 所呈现出来非常复杂 那个错终复杂 九折百回的这些无数的这些故事 那么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些故事 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些故事背后体现的 与其说是文化 不如说是普遍人性的各个层面 包括它的阴暗面 它的光明面 它的世俗面 它的宗教超越层面 在不同的规则约束下的那些种种的变态 这些变态本身都是具有因果解释的成分 我们如果要真的是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把这每一个因果关系 都能够分析的到位 那么我们对这段的历史的解释 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否则的话 我们就很难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主要特征的 希腊文明和基督教 在它的结合部迎来现代化 却是如此的姗姗来迟 遇到了那么多的波折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话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 要使大家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 谢谢